眼睛 你们就做了什么状态 那就说明你的眼部 真的需要抗老了 现在你们一套动作 可以很好的改善眼部记忽力 也能预防眼纹和眼带问题 第一个动作啊 用食指和拇指放松眼轮杂机 这么捏着眼眶 从前到后大概30秒 接着用食指横过来 紧替我们的眉毛 上眼皮发力往上看 保持20秒 再用剪刀手固定眼头和眼尾 然后用力拧眼睛 发力3秒钟再放松 这几个动作啊 就不仅可以紧持我们整个的眼皮肌肉 而且还可以让我变大 第二个动作就是 对眼睛的一个按摩和提拉 这个动作你们就最好 结合单纹紧致的眼霜去做 我就用这个 亚瑟兰奈的洞灵白金眼霜 因为它的质地真的非常轻薄 但是它又很滋润 你们看 那是很快就吸收了 这个用在眼周啊 配合这个按摩动作 就不会拉成我们的眼部肌肤 你们看我都会用空瓶的 这个我真的超爱 它用到了SERT核心靠劳科技啊 就可以激活眼部肌肤主动靠劳的潜能 提升眼部肌肤活力啊 然后实现主动靠劳 后你可以淡化眼纹啊 还有黑眼圈啊 还可以抑制新的纹路出现 它这个成本来 还有两倍浓缩 极力花精脆啊 就可以快速的激活新生蛋白 两周左右就可以提升我们的眼角 整个眼眶都会更加的薄满紧致 按摩提拉了 总共3个步骤啊 第一步先把我们的手掌给搓热 然后按压在眼睛上 激活我们的眼周皮肤 接着就是这个黄金棒啊 取适量的眼霜涂在眼周 再用双手沿我们的眼周能量线 轻轻往上提拉 紧致我们的眼周 因为我们的眼周肌肤比较脆弱啊 所以做这个做过的时候一定要轻柔 最后刚紧手在眼周轻轻点按 透气吸收 命运桃花眼的第三招就是眼妆 你们就可以参考一些眼睛比较有特色的女明星啊 像刘浩童啊还有杨米 他们就是典型的桃花眼 这种眼睛的眼妆就不涉太浓啊 所以着重突出一下卧槽还有睫毛就好 先用一个这样的打底色啊去铺满眼窝 在于把这样小的扁头刷 占取眉粉或者是胸绒粉啊 把你的眼睛给眯起来 顺着这道阴影去描你的卧槽 对比一下眉画卧槽这边 这边眼睛明显就变大了 刷完睫毛之后 如果你们觉得还是不够长的话 就可以买这种单根的假睫毛来贴 眼头眼中眼尾各贴一根 这种单根的就会比较自然啊 新手也很容易操作 你们都快来些